大街小巷空蕩蕩 印度政府为了阻挡武汉肺炎疫情 对外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 国际航班停飞 对内陆续实施餐厅和购物中心关闭 22号还下达一般民众的禁足令 没了观光客民众也待在家中 本该热闹的商圈静悄悄 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 我们只在家送的购物和购物 没有购物 印度餐厅现在只能外送外带不准内用 业绩少了五到七成 大众运输和私人租车生意也瞬间下滑 租车公司预估业绩少了约有八到九成 Uber司机较苦连天 有民众力挺印度当局的决策 也有民众不以为意认为政府根本没有准备周全 有民众不兴提供的购物 没有派出租车公司 没有派出租车公司 我们人们仍然能够活适 但但何为了人们 人们来到家里 人们来到家里 工作里 何为他们 我认为他们 我认为政府政府 没有办法 应该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这些东西 能够活动 我们希望这些东西 能够活动 必须要预备 罕见大萧条 几家百年历史的旅行社相继倒闭 这回肺炎疫情不仅让旅游业雪上加霜 恐怕还将连带严重影响印度经济 世界旅游观光协会等组织估计 可能导致3800万名印度旅游从业人员失业 大约占了参旅业总劳动力的七成 印度旅游和饭店业协会 呼吁印度当局提供一年的资金 让旅游业者能够领到最起码的基本工资 印度当局则是成立了经济应急工作小组 期盼抢救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 中央设计也康世人新得理报道